还有五家嘛 我每一张都 就是说我都有打电话要跟他们settle 比方说 好啦 我欠你三万块 你能不能给我打个折啦 打个对折啦 然后我分十二个月 每个月 比方说你三万块嘛 对不对 你给我打个折啦 变成一万五啦 或者是一万八啦 那我分十个月固定还给你啦 好不好 他说不要 他说no 他说no 他不跟我settle ok 他不跟我settle 好 那没有办法啦 我就disput OK 我就开始disput 我就写信 写信开始来啦 然后他们就会 就会那个 因为那个credit card公司就把这个债呢 就是卖给讨债公司 就是一般讨债公司都是一群的律师啦 都是一群的律师 好 然后 好 然后他们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back debt 我们这个账 这个呆账 就是这个债 卖给讨债公司的时候 然后就是这些讨债公司律师事务所直接就是写信 他们就 他们就上 他们就上 他们好像有的 有的他还会打电话给你 写信给你 说这个债 他们成 他们现在承接这个债 要来跟我们讨债 看我们要怎么还 然后 有几家就跟他谈 要怎么样还 要怎么样怎么样 细节我不清楚 好像有一两家有跟他谈 就是说打个折啦 然后怎么样 他也让我们还 比方说 你三十天以内 你五万块变三万块 三万块变两万块 你三十天还 好像有一两家愿意给我们减价 我们可以还 然后有另外有两三家 他不愿意 他就直接告到法院去 然后法院就search 那个法院就有那个告状是不是 那叫什么 告单啦 就search paper 反正有两三家的银行 有两三家的银行 就把这个 那个就告我们啦 说我们欠债不还 因为我们有房子嘛 那银行是要我们的房子嘛 就是要逼我们 就是把房子卖掉 把房子的那个钱还他们 或者就是逼我们破产就对了 然后呢 因为我的老公啦 我的老公虽然就是说 偶尔可以给我臭脸 苦脸看 我老公跟我讲说 我们基督徒欠的债我们要负责 我们要把他还 我们欠的钱要还 就是因为我老公这样跟我说 我知道他的底线是什么 就是要还 就是要还 不破产 不欠 要还 那我知道了 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祷告啦 绕七圈祷告啦 然后爬山去祷告啦 现在知道那个 我的祷告的祭坛 那个大石头啊 我就去祷告啦 就这样子啦 好 然后那个讨在公司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的聪明的时候 他们写那个信啊 就是说 那个search 那个不晓得叫什么 就是告我们有那个paper 对吧 那我们要回啊 对不对 我们要回啊 我又没有请律师 这很重要 你要听哦 我就去那个law library ok 就是有专门的那个法律的那个图书馆 有专门的那个图书馆是给律师啊 诉讼法律案件有的一个资料库 你可以去去查 那我呢 我这个烂英文啊 我就拿着这个讨在公司 律师告我的那些状职啊 ok 我就去图书馆 问那个图书馆管理员 就说 我一面掉着眼泪 我说讨在公司 他告我耶 我没有钱请律师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三十天 好像是三十天 还是几天 不晓得几天 有时候他有写说 我要三十天 还是我一定要回 我不回的话 我就输了 那我要怎么回呢 然后这个图书馆管理员 他也是很有爱心啊 那时候正好那个另外一边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律师 一个老律师 他是讨在公司的律师 他就教我啦 我要怎么回 要用什么表格回啦 然后你回的时候 你签名的时候 你要找 我自己不可以记 我要找 呃 就是说 见证人哈 比方说 我记这个回信 他要签啊 他要签个字 就说 是我 记 是签的 就这样 那我就找我的邻居啊 刚开始一次 两次 他们愿意啦 后来他们不愿意了啦 他们怕惹 惹了一身烧啊 因为你要签字啊 见证嘛 其实那个就是 witness signature 就是说 是我签的名 我记这个回信的嘛 那到后来说 这样 来来去去的时候 也有两三年嘛 对 因为他那个 好 ok 好 然后我就回来了 对不对 然后回的时候 讨在公司 那个叫什么 法院啊 ok 在这个回信之前的时候 回信之前就是 讨在公司的状纸 就是告我的那个纸 我收到的时候 就是说 好像说 要我三十天以内 跟这个 呃 原告 看能不能够 settle 看 看什么 看能不能够 能够那个 呃 呃 调 呃 那个 settle ok 我没有打电话 说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哎 还是不行 好 然后写信说 我们愿意啊 啊 我们愿意怎么还啊 啊 怎么样 啊 我 我里面写说 我们愿意分六个月还啊 分三个月啊 多少多少啊 就这样回啊 什么的 然后 那如果 逃在公司 他们还不愿意的时候 然后呢 就有hearing 就有听证会啦 听证会啦 ok 那就要上法庭啦 我就去啦 对不对 我就去啦 啊 我老公也跟我去啦 然后在 因为那个法庭的时候 法官是看那个 看证件啊 不管你有多可怜 法官是看证件 因为我们当时用那个credit card 它不是有很多 很多条款嘛 你要同意嘛 那根据那些条款的时候 就是这样 好 这样前前后后 这样折腾哈 前前后后 这样折腾的时候 每一家银行就是会搞个 大概一两年 两三年啦 呃 就是这样 呃 就是这样 然后 到后来 呃 要回那个 律师的信的时候 要回律师的信的时候 我的邻居不愿意当那个见证人啊 好 不愿意witness啊 那以后 后来就是说 呃 我跟我先生就是说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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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每一家那个讨债公司 那个律师团他们的行动做 做法哈 跟那个呃 技巧都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 比方说 嗯 比方说 呃 一般他要你出庭的时候 他会给你那个三十天 好 或是怎么样 好 那 其中有一家银行的时候 有一家银行 我忘了是哪一家讨债公司 比方就是说 嗯 下个礼拜一 以前你要出庭 他让我收到那个信很晚才收到 所以我就没有准备 我就没有出庭 然后那个case我就输了 那个case呢 我就输了 就是因为我没有出庭嘛 因为他给我那个那个那个信 通知信 好 什么时候要要出庭 听听证 我没有了 另外一个给我三十天 然后我我我会准备回去 然后一家就是说 要处理什么 每一个就是 我现在是不记得了 我是不记得了 呃 反正就是 讨债公司就是 就是技巧不一样 然后每一次 那那那 呃 呃 还有大概三四家 我都是要 要那个回信的 要见 后来呢 因为我邻居不帮我弄了 也没有朋友啊 然后 然后 就是 只有神啊 只有神是我的见证 我说神怎么办啊 啊 ok 神你说你要帮我把债还完怎么办啊 因为在那期间我都有继续去祷告嘛 哈 我是我是靠 靠 靠 祷告 走过死因 幽谷的 然后就是说 如果这个 这个 呃 这个户头 这个 在的这个主要的 主要的 呃 开户的人是我的话 我就叫我老公签字 就是witness 哈 啊如果是 呃 告我老公的时候 就是我来签字 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 就是我就是这样 因为实在是没有人愿意 真的没有人愿意帮我 你喝甜汤的时候 大家来跟你喝 你喝苦水的时候 大家都躲你远远的 ok好 然后这样子 然后 比方说我们在settle 比方说啊 三万好 跟我要两万对吧 好 然后 神也很奇妙的 神是 神是信实的主 我的神真的是真好 那时候那时候同事 公司也在做 有做一些 呃 小小的进出口贸易 哈 然后有一点利润 ok 有一点利润 哈 有利润赶快还 有利润赶快还 然后我记得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06年吧 我 大儿子跟刚好跟毕业 还没完呢 那时候儿子还在念念大学呢 还要缴大学学费啊 嗯 要缴大学学费啊 然后呃 要还债啦 然后又在打官司啦 好 然后那个前后大概是02年 反正前前后后三五年都是在 在搞这个债 搞这个律师诉讼的这样子的 嗯 然后我老公那整天都是苦脸臭脸就对了 感谢主 然后那些paper哦 一箱啦 一箱那个paper大概有一尺高啊 你知道那个讨债公司一一给你什么paper 就是几百页啦就这样 好 那那时候呃 我儿子小儿子还小嘛 那大儿子就是呃 大儿子就呃 大儿子大学毕业嘛 小儿子好像是刚进高中 我就把那一箱的那个债 的那个律师 就爸爸妈妈前三五年怎么走过来的这个见证 我跟我两个儿子讲 说爸爸妈妈是怎样走过的 英文也不好 又没有钱 无才无德无能 又没有好的语文 OK 因为我们是移民来的不是年数来的 所以在那个语文方面是比较差 然后台湾念的英文就是基本英文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就在 我儿子的面前述说耶和华的信实的作为 好 然后我们再都全部全部还完咯 全部解决咯 然后全部都解决了 好 然后呢 哦还没完了 一段可怕的 你这你这16万的债你不是搞平了吗 即使他给你一点点discount的有的有有的没有给你discount的时候 你要缴税呀 比方说你还10万块的税 那是你赚的耶 好 那个10万块你还的 好 IRS不管你这个10万块是拿去还债 不是拿去夏威夷度假的哦 他不管你哦 你这10万块还债的时候 你还要再把这个10万块当你的income的tax 你赚这个10万块还 你还这个债他不不扣你的税 你还要再缴税啊 ok 然后 然后credit 那个信用啊 又一塌糊涂信用又一塌糊涂一塌糊涂 ok 好 然后感谢神 好 儿子毕业了 好 讲到这一段 我儿子那时候 嗯 402年吧 他要去念那个念念大学 然后那个 那个本来那个我们老公啊 跟爷爷有给他们买那个mutual fund 就是大学基金嘛 那时候他大学基金可能那时候可以念念四年的 那就因为911股票大跌啦 啊 念四年的变成只能念一年啦 好 啊那时候根本钱都不够啊 那 因为我晚上去学那个电脑嘛 回来时候看爷儿俩 在在找钱啊 说怎么找financial aid 因为我们不qualify financial aid 因为我老公在邮局上班 我们又有房子啊 然后那个找scoutership又很少 然后要找那个 好 好像我儿子那时候是借两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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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